當你做完這個marked的 email 步驟,或是把marking form 的 job post link 傳到marked.collef.hk.com 之後 你就可以收到一個 email 有一個 Excel 分和改好 PDF 我們現在先看看真實的 email 這個就是真實的 email 第一件事,你可以取回 Excel 分子 我們儲存了它 接著,第二條 link 其實就是改好 PDF 裡面會有學生的總分,ID 之前我們拿了的 comment,即是打了上面那些 每一條題目會有細分,告訴學生 這個其實是給老師用來 Keep Reference 通常你都會看一看,看看有些古怪的東西 除此之外,第三條 link 就會有一個學生表現報告 那你就可以把 Excel 分子 上去 其實上去之後,有些東西可以很簡單就看到 因為你可能想投入分子有什麼問題 其實最好看 Histogram Histogram 你可以看到每一條題目的分佈 關聯性,有很多不同的分析 如果有興趣的話,你可以仔細地看一看 因為其實裡面有些Customer 零用來寫 data science 其實如果你看過分子 即是基本 statistic mean 高分低分, Histogram 看起來都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分子給學生 給學生其實也是最後的問題,很簡單 我們只需要再發出一個E-mail 今次的E-mail,其實我們就會有 很簡單,就是把 Excel 發到他的信號 裡面發到叫Release Mark的E-mail 進行這動作 學生就會收到 總分和 attachment 的PDF 就會有它的記錄 大約是這樣的 現在我示範了最後的動作,就是發封信號 這次發封信號,就會這次adjust 就會是release 接著就add cloudlab hk.com 任何名字都沒有問題,因為它不會有關鍵 只會關鍵第一次genre,form的名字 這次我們就需要一個ad attachment 就是這個excel 在下載,這張是分子 現在一傳出去之後 每一個學生就會收到自己的分子 還有剪輸出來每一份改好的script 有comment和總分 而回頭,其實系統也會給你 發封信號的result 究竟哪個學生收不到 或者他沒有交功課 沒有做測驗的result 由於它有少許延遲 我們可以看看Capture的result 其實這個就是Capture的result 就會說哪個學生可能沒有交功課 或者是收不到 好了,Email剛剛回來了 這裏就是result 我祖堯這個學生 就是在Lambness裡面 但其實他沒有交這份功課 其實評分加速可以大致上的功能就完成了 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這裏有些guide line suggestion 我們會去第二條影片說這件事